我是一名团扇手艺人 我经常打比方 就是一个扇子 就像一个女孩子一样 跟她恋爱是一样的 就是你接触的越多 就你会越觉得 这里面有很多很曼妙 又很微妙的感觉在里面 我希望我做的东西 能够复原它在古代的一个状态 展现中国的传统美 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戏曲 戏曲当中有很多 戏曲表演需要的一些道具 开始接触到团扇 在古玩上收到一些团扇的框架 或者是团扇的饼 有的时候雕工很漂亮 当时就觉得好看 我想拿来苏州找师傅来修复 我就把它做起来 自己把玩 但是就没有师傅在做 我自己就是有收藏匹 然后掌控欲又很强 所以后来想想就开始自己动手 来琢磨做这个东西 就我们现在下面上用的比较多的特丝为手 我自己很喜欢在那工艺 清淡的时候只有空瓶可以用 你平民百姓再有钱也不能用 但是做着师傅的年纪都偏大 一般都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后继无人 就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学 就我想把这些传统的东西挖掘出来 让大家可以享用到 有句话就是说 一层个式一层紧 这方做出了颜色 要从头到尾拆 全部拆掉再做 我们中国讲究写意 我们做一个蝴蝶 不一定要做得跟真的蝴蝶越相越好 怎样把一个蝴蝶做得又像一个蝴蝶 但是又不是一个真实的蝴蝶 又很好看 有自己的遐想 有自己的喜好在里面 传统的东西都是吸引我们就在这里 蝴蝶它是我们中国其实是最早的一种蝶子的形式 我们在明代以前能看到的一些诗词里 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里提到的蝶子 其实都是指蝶蝶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一个蝶子坐下来 能够了解古人的一个状态 跟古人会有一些心灵的交流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的时候人不足半夜 还是想要上手做一做的 那我们作为手艺人来说 让大家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美 有更多的人愿意花钱来消费 而不是纯粹是靠情怀来呼吁大家来学 这门手艺才能真正的流传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